我们来看这个观念叫做加法交换率 好,顾名思义,既然是交换率 一定有什么东西交换 到底是什么交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式子 A加B 前面,A在前面,B在后面 两个相加 现在把前后交换 现在变成B在前面 A在后面 还是把它加起来 这样子会不会相等呢? 所谓交换率的意思就是说 A加B前后交换变成B加A 它的结果,算出来的结果 还是会一样 这个叫做加法交换率 举个例子来说 比方说2加3 前后2跟3交换变成3加2 会不会相等呢? 2加3等于5 3加2也等于5 会相等 这个叫做加法交换率 那这时候呢 就有些同学呢 就非常的聪明 他会举一反三 他就问说 我们的运算有四则运算 这四个到底谁哪一些有交换率呢? 加减乘除里面 到底哪几个运算它有交换率 我们刚刚讲过加法有交换率 那减法有没有呢? 惩法有没有呢? 除法有没有呢? 好 我们先来试试看减法 3减2交换 前后交换 会不会等于2减3呢? 3减2等于1 2减3不够减 这是负1 不会相等 所以减法有没有交换率呢? 减法没有交换率 乘法有没有交换率呢? 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3乘以2 跟2乘以3 会不会相等呢? 326 236会相等 乘法有交换率 除法有没有交换率呢? 举个例子来说 4除以2 跟2除以4 前后对调 4除以2 4除以2我们知道 它的答案是 等于2 那2除以4呢? 2除以4 其实是4分之2 也就是2分之1 那这个2会不会等于2分之1呢? 不会等于2分之1 所以除法没有交换率 现在我们就知道哦 哪两种运算有交换率呢? 也就是加法和乘法有交换率 加法和乘法有交换率 减法跟除法没有交换率 也就是说前后交换不会相等 这只要不仅是4分之1 那只要是5分之1 是5分之1 即6分之1 却是网换率 10分之1 2分之1